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第一部分,我们即将为大家介绍一下狐仙的法派 很开心,邀请到来自道教女生狐仙法派的黎二铭师傅 为我们作这个介绍和讲解的感谢黎师傅 我今天看到黎师傅带了很多有关于狐仙的画像 供奉的画像、符咒、供奉的物品、吊嘴 其实有很多的,一般人来说,包括我自己 对于狐仙的了解不是很深 香港地拜狐仙的人不是很多 现在慢慢多,不是很多 不过比较年轻人多些,上网那些多些 为什麽呢?为什麽跟上网的年轻人多? 因为其实有些师傅,有个林师傅 他经常上电视、推广 有些上网看到台湾都有拜狐仙 台湾是圣人一点的,我知道 台湾或国内都会比较普遍去拜狐仙 国内最厉害,东北三散最厉害 哦,是东北三散那方面 最先是山东、山西、河北、东北三散 所以广东一带都会比较对狐仙 会陌生一点,包括我们香港 所以黎师傅更加要介绍一下 狐仙这个法派并不是很神秘 每一个人都可以去供奉 有自己的信仰 究竟狐仙是从哪里来的呢? 狐仙呢,如果你看上网 你会看到山、海、京 那里有狐仙的狗尾湖 狗尾湖就是说 狗尾湖有狗尾,代表她的法力高 很多子女 以及是一种吉祥的孝 即是结婚等 为什么会引变狐仙是制世为坏 又或者带来福气 给人民呢? 狐仙在山、海、京 一直来来都是吉祥物 保护人 吃了狗尾湖就不会有病 吃了狗尾湖的狗尾湖 但有些人去理解狗尾湖 狗尾湖就说狗尾湖就去吃人 就转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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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 不是的 照网上看大禹的老婆也是狗尾湖 是 所以她是帮人 帮人 并不是一般人说她是害人 我没有听过狐仙害人 就算你们平时所说的 为什么狐仙会害人 风神榜 风神榜 第一我们要知道 为什么要有狗尾湖出现呢 就是说 奏王就去到女窩娘娘的神像那里 作出一些不好的说话 还要淫屍作队 那就是淫屍 女窩就发生气 就要灭她 灭奏 灭奏是灭族 女窩就说要派人去灭她 派些天神去灭她 天神这么大 我不灭她 我当然派下面手下 下面手下 找什么呢 我打人 不要打她 我找人去做臥底 找了什么 九尾鸡 九尾湖 是臥底 总之是九条尾的动物 九条尾的动物 它的法力很大 大家看风神榜 大家的意识很明白 就是说 九尾湖是臥底 坦姬是臥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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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九尾湖发生 对 坦姬是个人 但是死了 然后九尾湖上去 倒入她身 哦 就附在她的身上 大家也知道 九尾湖是上天派的 上天派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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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派派派派派派护 是臥底 臥底 她不是用拳 用权劍 用权劍 就匠 而是用美式 令她整个国家要拜 我觉得 那些人 为什么看风神榜 理解一半 不理解一半 你就自己看风神榜 你自己想起也是,他根本是咒王,是要滅咒,上司要滅咒 反而幫助他的人,是否叫作咒為虐呢? 哈哈,原來就是這樣,在故事當中,自己再要理解,再消化,去研究 因為他覺得是害人,狐仙是害人的,所以就定性了 就好像現在我們香港政府,有些公安部門派一些臥底進去 有某些犯罪集團裏面,可能那個女警進去,他都有吃煙有紋身 粗言慰言,我們看上去他一定是壞人,其實他是臥底 明白,經過黎師傅這樣講解,我們又可以了解心一層 對於狐仙的正還是邪,大家就可以了解到 而且黎師傅,你創狐仙法牌,為何你會有這個心去創這個法牌呢? 我自己就在二十多年前,我練了道教藍中之後 我打坐,我就去通靈了 通靈,我就雲泊都可以飛出來走過去 例如說,經常有個女人都像這樣一個人,像你這樣 我睡覺,她坐在床邊,真的那麼近 我也不理她的,因為感覺她不是妖魔鬼怪,不是害我 但我又不知道她是甚麼女神 她是女神來的,然後有一次她就摸我 就是這樣摸,這樣摸,6點、7點左右 早上摸,我當時醒來,但她的手遮住我的眼睛,黑蚊蚊 摸完我之後,她是褲袍大皺,遮住我的眼睛,黑蚊蚊 看不到,但她的褲袍大皺一… 仰開,因為我看著窗門,6、7點,天空光 我就看到一個女神,好像穿了一些比較漂亮的衣服 古裝衣服,褲袍大皺,飛走 但她摸我時是很溫度的 不是這個,不是白色衣服的 好像這種褲袍大皺,古裝那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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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那她摸你,那代表什麼呢? 我一開始都不知道她是誰 我一開始都不白不鮮,我也不知道她是誰 在入定時,我雲柏飛了出來 飛了出來,她又帶我去教我穿場過壁 又說教我這樣,教我那樣 即是她會和你溝通的? 在雲柏溝通,雲柏離開了身體 我們看人鬼… 出竅這樣 不是出竅,出竅是元神 出竅是來遠宮 竅是一個洞 竅是一個洞 對,是洞 出竅,就是一道氣在你的鯉遠宮 出竅出來,你就幻化多一個鯉 側近這道出竅 但三魂七拍不同 三魂七拍就是我們看鬼戲 有時,人死了 他會把雲拍整個人離開身體 這種叫三魂七拍離開身體 我就是三魂七拍離開身體 不是元神出竅 三魂七拍離開身體 每天如果練三次,就出三次 對於死亡,自己知道去哪裏 就不會很害怕死亡 三魂七拍出來的時候 因為是靈界 他就會跟靈界溝通 胡仙教我 他說,你懂不懂村長過壁 我說不 他說,捉了手 然後一聲就去村長過壁 然後過去 後來我就 在九二、九三年的時候 我就乘地鐵 我從荃灣乘去太子 轉地鐵 去九龍塘 乘火車 去深圳 香吉里拉喝茶 我坐在地鐵 我問是否騙人 以前師傅是否全場過壁 踏水過河 是否騙善信 拿些雞雞鴨鴨 拿些燒酒給他喝 不是騙人的 我去到太子地鐵站 一下車 走過對面 根本已經是轉車去九龍塘 是啊 我一轉車 那輛車上了車之後 他下一站又回到太子 那時候叫咪 不是錄音的 我記得是一個肥仔的車長 然後我說 你還沒睡醒 一停車還沒停 已經是太子站 嚇到我 我也害怕 然後到站後我馬上走出來 因為我不知道空間是甚麼 我怕了 我馬上走出來 我看車長 車長在旁邊 乘車沒有變 車內的人沒有變 然後我看牌 看火車的地鐵 走了時 有尾牌 尾牌寫著油麻地 即是中寨油麻地 根本就是我一想 是否騙人的 村人隔壁 這些東西 他就把我讀白的變 變了 變了我根本就是 在石劍尾上車 太子去石劍尾 應該是九龍堂 對 應該是變了石劍尾上車 但我上車時 明不明是太子站 這個你很肯定 所以這個又很神奇地 出現了這個時空交錯 你相信就是狐仙 帶你有這個法力去做 因為它是以前的三雲出拍 出來的時候 他帶我村長過壁 那為什麼我會創這個狐仙法派呢 因為我本身就是去了這個叫做 江西省英譚史龍虎山治安天師傅 售了綠 其實這個就是台灣的售綠 就是這樣 所謂的售綠 就是什麼 一個 證書 做神仙官 神仙官 神仙都難做 還要做官 嘩 這樣來說 變成瘦了綠之後 我自己都不知道 原來自漢天師府江西省那裏 是有個狐仙堂的 不知道的 後來有個 有個文牌又出來 為什麼呢 就會收了這個白狐仙 白狐仙 在這個境內 我自己就 看到一個 一隻白狐仙 然後被人找一塊白布包住 丟到桌上 我就覺得很可憐 就拿他出來 然後一放那個白布 就像這麼大隻狐狸一樣 他就掉落地 然後變成這麼大的 一個小女孩 接著來說 我就覺得 他好像 不知道找什麼 然後就說 好啦好啦 你就 我就 然後我就 認你做契女 這樣 他一態度 這樣 接著呢 我轉身走 他就拔了衣服 我就這樣看著 然後 看著 我覺得 白狐仙 會不會是 想找師傅 就是自己這樣想 好啦 我就收你做 徒弟 你加我姓 他就 一聲跳起 然後一跪下 他就師傅 一叩頭 就飛了 哈哈 就是這個白狐仙 然後 我後來 就 那時候 經常跟狐仙通靈 我知道以前那個 就是 坐在我旁邊 經常摸我 帶我飛的 那個 就是狐仙 後來 在2009年 年初 我就創了一個 狐仙佛派 去弘揚他 就是這樣創出來 明白 我們前半部分 就聽了一個 很有趣的故事 大家覺得 這個故事很神怪 但是 麗師傅 親自 感受到 很歷歷在目 每個細節都記得很清楚 好 所以 我們去拜狐仙 有沒有特別要安一尊的狐仙像 我看到 現在拜了很多 都是畫像 就已經可以拜了 例如給大家看 一般來說 包括我自己覺得 狐仙是狐狸 或者是一個女人 但是這個 好像是皇帝皇后 清朝的皇帝皇后 那這個 這個來說 在山東山西一帶 東北三產 你們就會結合北 你看見 人家很多廟 做拜狐仙 就是用這些 皇帝養的 男的 叫狐大爺 女的 就是狐奶奶 他們不是用狐狸的狐 他們避開動物的狐 他們是用古月狐 人性的狐 就是狐大爺 狐奶奶 因為這些 他們還未修煉 還未被封了神 天上未有個官位 是 後來 張天師 第三十代 張天師 就收了 這個狐仙 他求張天師救他 大了肚 就是壞了人 壞了白狐仙 第三十代 張天師 就救了他 之後 就叫他入道 就要他吃齋 躲起來修煉 不准嚇人 他就答應了他 接著一路修煉 由三十代 一路 張天師 就幫張天師 幫到第四十三代 四十三代 張天師 就說 要捉那樣 捉那樣 捉不可以 接著要找狐仙出馬 濟民天祥 都關狐仙事 這個故事 都關狐仙事 後來 四十三代 張天師 跟四十四代 張天師說 日後 一定要 做一個狐仙像 放在天師府 那裡拜 由四十三代 開始 四十四代 因為他拜 張天師拜狐仙 不是我 原來拜狐仙 然後 他形成了 天上有個位 給他 真正神仙 胡仙在 張道禎天師 在台灣 登天師位 2009年的時候 我開天眼看到 胡仙就是 道教之章天師第八個護法 福虎財神 第四位護法 那位很大 所以 算不算是統領胡仙界的 對 因為以前 好像我們道教 張道靈未創立道教之前 沒有教 每個都是修煉 修煉不知什麼 是國家各自治戶 對 現在我創胡仙法派 不是教 只有一角度教 教下面 就派了 全真派 正一派 胡仙派 茅山派 是派別 是派別 所以 黎師傅 創了胡仙法派 去弘揚這個學說 和這個宗教 一般來說 我們都會認為 拜胡仙的人 都是 譬如想要人緣 又或者 好的姻緣 其實胡仙 是否這麼狹窄 只是姻緣 夫妻 胡仙通常 我們都會說 很年輕 很美女 貌美如花 嚴押裙方 天下無敵 對 通常女生喜歡拜 拜了自己更美 胡仙是很嚴肅的 很嚴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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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太容易讓人 我們幻想 有些人幻想 什麼 古靈精怪 歐三答四 不是這樣的 是 因為很多人說 歐三答四 那些叫狐狸精 有關狐狸的事 他把動物 又帶進去的狐狸精 那狐狸精 根本人家 當狐狸精 是一個深山 修煉 一隻狐狸 深山 變成一個美女 在深山 你那些獵人 兩三個男人 看到美女在深山 你自己起了 咒王的念頭 自己滅自己 人家坐在那裡 關你什麼事 原來是這樣的 對 我美女坐在那裡 不關你事 為何來搞我 所以你不聽到 有狐仙去尖沙咀搞人 狐仙都會在深山 很清淨的地方 人家修煉 為何要搞人 對 人家坐在那裡 修煉你 為何要搞你 你不搞她 她一定不會搞你 對 和平共處 無論人也好 動物也好 仙界也好 都是和平共處 大家都會這樣 大家知道 不只是人緣 恩緣 那些 其實還可以有些什麼 即是她拜了狐仙之後 可以有個保佑 保佑生仔 生仔 母仔生女球 一定有的 跟著來說 醫病 又可以的 是 還有你如果在公司裡 你供奉了狐仙像 你所有村櫃桶 偷錢的人 全部會爆出來 因為狐本身就是吃老鼠 哈哈 就是這樣 那些鼠吃狗偷的 就會走出來 在網上看 清朝的時候 所有的谷仓 糧倉 金庫 全部拜狐仙 倉住的 你不要偷我的東西 比貓更厲害 更厲害 原來狐狸 以前中國 沒有我們新中國 清朝 清朝以前全部拜狐仙 明白明白 好 我們再說下去 就是 拜狐仙 要有些什麼 供奉的祭品 會不會跟我們平時拜的 菩薩 或者觀音 有什麼不同的呢 其實一樣的 一拜狐仙 現在我們 除非你家屋 很大 有間房子給他拜 燒香也不怕 是 如果是布置得很美 現代化 穿件衣服也很美 通常現在我們 叫人家這樣拜 然後用香薰爐 香薰爐 不要用白色 因為白色是不吉利 最好用大紅色 或者啡色 沒有問題 香薰爐 香薰爐來說 當然是用蠟燭 用紅色 紅色 紅色是喜慶的 就是全紅色的蠟燭 最好連蠟燭 都燒出來都是紅色的 對 就不是外圍紅色的 這是喜慶的 那就放進去 然後用香薰油 然後我們拜神當然是燒香 香其實香薰也是香薰油 是 就是一些香木料提現出來 是植物來的 其實它比較純淨一點 是 滴了下去 你燒香薰 家人不會罵你 媽媽不會罵你 是 家屋又香 有些香薰味 都更好 更好吸引這個人員 是一個吸引力 有些香薰 有一件事要說 就是大吐婆不能聞香薰 哦 這個就要注意了 對 然後有一瓶香水 那瓶香水 給自己噴還是怎樣 這瓶香水 就是 有沒有特別的牌子 或者是怎樣 越貴越好 當然 越貴了 真的嗎 買你紙有錢就買貴一點 你自己喜歡買Chanel 就買Chanel 用來供奉的 供奉 供奉給胡仙 就是放在它的壇 對 供奉 然後自己用來噴 自己可以有 對 哦 那就是 又是吸引力 噴了人 又聰明一點 噴香水 根本也有吸引力 嗯 再加上你拜個神 其實它真的有那種能量 是的 比較厲害 是 我要隨身 即是受到胡仙的保護 會有釣咀 或者是牌 胡仙的牌 有的 我看到 今天特別帶來 很多真品 有不同的寶石 去做的 那為什麼要有不同的石 有不同的功能 有 其實那些寶石 好像我們說 媽媽都說的 阿婆蛇說的 匪菜 真的匪菜 用來做什麼 定驚 定驚 它本有已經是定驚的功能 什麼辟邪功能 你再用這種材料去做一個胡仙像出來 再開了光之後 下了法之後 能量就會更強 有一種就好像泰國佛牌 是的 這個是泰國佛盒 不過是入住它 是的 入住水晶的胡仙一邊 是 那這一種 因為厚身一點 是的 都挺漂亮的 說出來大家都看到 哇 有一個很漂亮的胡仙佛牌 因為有些人喜歡我揚這種 有些人喜歡我揚火 有些人說我喜歡揚符 都可以 揚符 還是摺起它的袋 摺起它的袋 就像平安符一樣 是的 但是符來說 不能揚著油水 你那些可以揚著油水 揚著洗澡 對 這個符就不行了 但不用說燒掉它 或者是怎樣的 不用 就像平安符這樣做 平安符 其實符裡面會寫什麼 寫字呢 山寨二月胡仙 有靈有應扶持 大指什麼名 千變萬化 嗯 所以人家說山寨手機 不正版 不燒一定要山寨蛋 原來 好奇 師傅 你真是 字字朱姬 這個符 還有不同的 琳琳滿目的胡仙牌 都會很漂亮 有紫色 有紅色 有綠色 有水晶的白色 是否必須要開光 還是有狐狸醬 就已經可以了 因為吊嘴 我看是很漂亮的 是狐狸醬 還是一定要開光才有能量 一定要開光 你要去看看你找誰開光 還要發力高強 對 他受了綠色 傳道一定是受了綠色 受了綠色 他有幾品先觀 一受綠色 通常都是綠色 七品 再升級是四品 五品 再升級是三品 我就是三品先觀級 所以你剛才說的就是這個 有這個執照 證書 人家讀大學做證書 拿了牌 師傅 這個證書是道教第六十四代 將天師將道正親自發出來的 比較 有權威性 有供應性 所以就不是說 立戀有個入去廟 隨便找個廟竹 來幫我做個胡仙佛牌 就不是這樣的 其實你做個胡仙佛牌 其實很多法師都可以 但有些人都要 有些人喜歡這些級數 你看醫生一樣 找個剛出來畢業的醫生 找個做了三年 又說主任醫師 就是大學教授的醫生 都是一級級 其實道教也是一級級 明白 那有沒有做任何職業的朋友 更加拜胡仙 就可以令到他的事業更加旺長 這個你問得非常好 就是做這種職業 就是我嗎 就是做這種職業 傳媒 傳媒 歌星 模特 這些一定的 你說一定是女生多拜 是的 都是一面倒比較女生多 沒有男生拜的嗎 那你做一個模特兒 那你走出來 沒有人看你的 沒有人拍手掌 亡廢物 當然就是藝術表演的行業 需要更多的人 但醫生都可以 因為胡仙的歷史內 都是醫病 幫助貧府的大臟 震衣施藥 那類 所以醫生都會 醫生都可以 就是一個菩薩的心腸 本身 胡仙就是一個菩薩的心腸 都是去救萬民 於水身火熱 是一個慈善的心 所以拜了胡仙之後 有些朋友說 你的樣子不同了 那究竟是甚麼事 為何說你的樣子不同了 其實你對得甚麼人多 你會變的 為何你一看就知道 別人做警察 一看就知道 別人出來撈片滿 對得那樣東西 會變的 你對得拜的胡仙多 你看他拜誰 如果你拜這樣的胡仙 你的樣子就會慈悲一點 比較像一家之主 回到家 阿嬤拜就對了 阿嬤拜就對了 如果我要美女 你看到這個畫像 是很飄逸的 對 美女就是這個 很美女 我對她多一點 我自然都會有一種 那個心 那個相會出來 會的 會的 這個胡仙 她就是 張天師收她入道 第三十代 張天師收她入道 的胡仙 她拿著另排 雙手拿著另排 這樣來說 她是掌門 第一代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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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門不是我 我是主持 今天謝謝黎二銘師傅 跟我們講解了那麼多 胡仙法派的 我們小民人知知識 再一次多謝黎師傅 請到你 下次繼續跟我們說 有關於道家 一些不同的法派 以及其他法術方面的秘密 謝謝各位收看 我們下集再見 下次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